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 综合报道 大陆社媒热传许家印供出了哪些人 近日 大陆社交媒体上热传许家印被抓后 供出了哪些腐败分子 据称涉嫌为恒大违规放贷的银行高管众多 2021年9月 恒大资金链断裂 之后深陷债务危机 截至2022年末 负债总额为2.44万亿人民币 汉口银行前行长被供出 去年9月28日 官方公布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因违法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 震惊了整个地产界 此后 官方再未公布 许家印案的任何进展 多年来 恒大集团获得巨额银行贷款 最终负债2万多亿 许家印被抓后 留下的众多烂摊子 始终没有被全面揭露出来 人们好奇 恒大集团到底有多少问题 牵涉到哪些幕后黑手等 近日 大陆社交媒体在传 许家印交代了一些 违规给恒大放贷的幕后黑手 其中包括汉口银行前行长 汉口银行是恒大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许家印被抓后 去年12月29日 汉口银行前党委书记 董事长陈新明被立案审查调查 此时 距离陈新明离任仅仅半年 公开信息显示 陈新明生于1963年 曾陆续在湖北人行系统 湖北公行工作 2009年8月 由公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 调任掌舵汉口银行 长达14年 官方通报指陈新明胆大妄为 靠金融吃金融 违规发放贷款 挪用公款 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 为他人在贷款融资 企业经营等方面 牟利并收受巨额贿赂 社媒热传的消息称 陈新明在执掌汉口银行期间 仗着手里的权利 为恒大等房企违规审核贷款 从中收受巨额回扣 中国银行前行长刘连葛 是按金额大到下人 消息称 许家印交代的人中 还有中国银行前行长刘连葛 去年10月16日 官方通报称 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连葛因涉嫌受贿 违法发放贷款 被正式逮捕 当年2月 这家国有银行披露 刘连葛已辞去董事长一职 并被免去党委书记一职 之后 刘连葛被官宣接受调查 今年2月 刘连葛涉嫌受贿 违法发放贷款 被起诉 据指控 刘连葛利用担任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 中国银行行长 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性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贷款融资 项目合作 人事安排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以受贿罪 违法发放贷款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社媒传播的消息说 刘连葛给恒大 非法贷款涉及的金额 大到下人 具体的数字 直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 去年 许家印刚刚被抓 就有自媒体文章爆料说 许家印背后的靠山之一 就是刘连葛 恒大的注册资本为39亿 做到负债2万亿 舆论普遍质疑 如果没有众多的银行行长 及银行相关部门帮忙 许家印怎么可能 带到这么多资金 也不会造那么多的烂尾楼 还有多少银行系统高管 怕被供出 消息说 被抓的至少有 上百名银行高管 和金融机构的高管 涉及恒大的资金飞动 现在国内的金融 和银行的系统 可以说是人心惶惶 大批银行系统的高管 瑟瑟发抖 害怕被许家印供出 据传 被许家印供出的人中 有中国进出口银行高管 办公室主任 及多名副行长 光大银行行长的一众高管 中信银行前行长孙德顺 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等 中信银行前行长孙德顺受贿案 去年11月10日宣判 孙德顺被判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表示 孙德顺先后利用担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 中信银行副行长 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企业 在获取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务 折合人民币9.795亿多元 中国招商银行员党委书记 行长田惠宇 涉嫌受贿2.1亿元 今年2月5日被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田惠宇被指利用担任中国信达 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 上海银行副行长 中国建设银行 上海市分行副行长 招商银行党委书记 及行长等多个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贷款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于2.1亿元 今年1月29日 香港高等法院向恒大发出清算令 要求恒大变卖资产 尽可能偿还债权人的债 恒大的债务就如一座巨大的雪山 业界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拿不回任何被欠的钱 不少网友跟帖表示 许家印被抓后 只能如实交代问题 让众多银行金融系统大鳄 腐败内幕暴露 中国金融系统一直是贪腐的重灾区 毒瘤必须被铲除 很多网友表示 恒大集团负债2万多亿 这些钱包括欠购房老百姓的 他留下的众多烂尾楼 成了购房人的噩梦 据露媒披露的 各地恒大烂尾楼数量显示 恒大烂尾楼遍布全国 数量已经达到162万套 涉及600万业主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 RF RG3 RH2 为高利人参 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 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 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 比鸿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鸿参的六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